本港自星期四擴大檢疫限制後 消息指過去兩天都有內地旅客 從外地入境本港後 要求即時改由綠路回內地 現時入境本港人士都要強制檢疫14天 據了解 那一批內地旅客坐飛機入境後 要求即時改由綠路回內地 由於他們護照只容許留港7天 不符合在香港檢疫兩星期讓他們入境 要求他們買機票轉飛內地 各一批旅客不願意在禁區鼓掃 星期四的一批獲安排送到管制站 經綠路回內地